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南二中的黃淑雅 那今天很高興也很榮幸可以站在這邊 然後和大家一起揭曉 等一下的優質的兒少節目的獲獎 然後在幾個月前呢 我非常幸運的作為一名兒少評審 然後觀賞了這些優秀的兒童節目 並且對其作出打拼 那我們在贏隊中學到了很多 包括團隊合作和意見整合 然後大家 因為是不同年齡段嘛 大家也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其中有一個外國的節目 非常吸引我 就是有一個哥哥帶領著一群小朋友 然後一起做看起來不那麼好吃的料理 這是我在臺灣的兒少節目當中沒有看過的 然後其實我也覺得蠻意外的 因為我一開始會覺得可能蠻無聊的 因為畢竟我已經高二了 一隻腳就是已經踏入大人的階段了 但是當然在大家面前說大人我還是不敢的 但是在這群小朋友面前我還是很有自信的 對 對 就是沒想到說 這群小朋友講出來的東西 其實比我們想像中的好很多 因為他們還在成長階段嘛 我們畢竟被束縛了很多 因為已經快要邁入社會了 好 然後所以年齡的增長 好 我們也就是生活雖然就是閱歷變豐富了 但其實說白一點 就是學校補習班家裡 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坐在電視機前面 就是這麼沒有壓力的 這麼沒有負擔的去觀看這些兒童節目 所以我真的很謝謝 很謝謝這個營隊 能夠給我這樣一個機會 讓我有機會就是可以再次感受到 這一份開心這一份單純 然後也希望藉由我們的挖掘 然後我們的推薦 可以讓各多人看到 這個節目跟這個活動 然後讓台灣每一代新鮮的學藝 都有一個開心健康的童年 謝謝大家 各位嘉賓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灣二中的徐永寧 很榮幸今天可以來到這個盛會 來跟大家做分享 在我的眼中呢 兒童節目就像是一個橋樑一般 帶領學童從同志走向成熟的一個過程 那在參加這個營隊的時候 我已經是高三升 其實學測壓力非常的大 排山倒海般的大 非常的大 然後呢在報名的時候 就有一個問題非常的有趣 他問我說 請問你平常都看什麼兒少節目 我就想說 哇 我學測都忙不完 還看什麼兒少節目 但是當我進到這個營隊的時候 我才發現兒少節目 並不是像我的刻板印象中那麼的幼稚 它其實有很多很值得分析的面向 在課程中那個講師非常的仔細地告訴我們要從 影片的色調教育意義 還有一些氛圍跟步調來去帶領小朋友們去學習去成長 然後在營隊的過程中 我們還有進行了小組交流跟分享 這讓我學到很多 因為我可以看見其他不同年齡層的組別 像是國小組跟國中組他們的想法 並且進而去反思說 為什麼我那個時候看影片的時候 沒有辦法看到這樣的細節 那從中去了解到 從他們的視角可以看到出什麼更特別的東西 在審片的時候 我有更多的時間可以應用我在營隊中所學到的內容 去一一的分析 那其實我最覺得非常不錯的影片 是客家電視台的阿公阿婆 審Guyen 然後還有原住民族電視台的求勝青春 這兩個影片其實各有千秋 求勝青春它的特別的點在於 它的拍攝手法 它的影片的自體設計 還有它的色調都非常的用心 在看它的時候並不會覺得在看一個兒少節目 而是覺得我在看一個微電影或者是一個短劇 它的內容牽涉到了青少年同儕的相處上面的問題 還有一些愛情 我覺得這是對於青少年來說 最好奇也是最迷惘的一個部分 很值得他們去收看 那在阿公阿婆 審Guyen 的節目裡頭 可以看見就是祖孫情的連結 那我覺得這個在受眾基調 普遍是兒少 普遍是比較年輕的節目當中可以脫穎而出 可以喚起他們的家庭意識 謝謝媒體觀察 協會發起這樣子的一個營隊 然後我也很榮幸可以擔任評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